第五十三集 桑岩这一番话,加之他毫不客气的语气,明显表示了他这条路行不通,桑志被他说得有些不爽,本想直接不搭理他,但又没忍住想跟他吵架的冲动,觉得通过文字和语音没什么气势,他翻出通讯路,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。 响了一声,桑志心情有些憋,气势汹汹的在内心酝酿了几千字的小作文,正想开口的时候,那头直接挂断。 桑志,下一刻,桑岩又发了条语音过来,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 桑志忍了忍,也开始发语音,我说的是实习,我哪有说谈恋爱。 而且,我找个比你年纪大的谈恋爱怎么了,我又不是找比爸爸年纪大的。 他这条十几秒的语音刚发过去一秒,桑岩立刻回,有事打字,明显点都没有点开。 桑志很不爽,依然发着语音,你不也发语音吗? 等了好一会儿,桑岩没回复。 桑志,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大学没谈过恋爱,也不能因为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女朋友。 就心里不平衡,对我起了极度心,依然没回。 桑志心里窝着火,却不想就这么终止了对话,整得他一点道理都没有。 他抿着唇,只能忍气吞声地用文字发了一遍。 这次桑岩回复得很快,我百忙之中抽空回复你一下,还想我给你打字,做什么梦。 桑岩的语气很骚包,还有,你哥哥我呢,有女朋友了。 桑志,桑岩,没办法,人姑娘,追了我太长时间了,再不同意的话,她得。 桑志一点都不想听她自恋道欠奏的话,又点了下语音条,强硬地中断了她的话,拜拜。 桑岩又发来一条,很短,就一秒的时间。 桑志盯着看了两秒,迟疑地点开。 桑岩吃笑一声,小屁孩。 桑志炸了,还没等她回去什么,桑岩又道,我最后跟你提一次,你别谈个恋爱,就跟没脑子似的,你高中那会儿去一盒找网友的事情,我就当你年纪小。 叛逆期。 这事儿桑志理亏,立刻收回了火。 桑岩的语气淡淡,这次,别的我懒得跟你说。 恋爱,你要谈谈。 暑假不回家这个事儿,你试一下,我直接飞到一盒打断你的腿。 桑志决定不再从桑岩这边下手。 算起来,从小到大,管她最多的人,其实也是桑岩。 桑志这么仔细一想,也想不起什么时候,桑岩会帮着她在父母面前说几句话。 除了欺负她,就是教育她。 她觉得自己一开始的方向就找错了。 反正距离暑假还有两个月的时间,桑志也不着急。 五一假期过没多久,就迎来了段嘉许的二十六岁生日。 两人的生日隔得不远,就差了半个月的时间。 所以,桑志的生日过没多久,就已经准备好了要送给段嘉许的礼物。 下了课之后,桑志没回宿舍。 她算了下时间,这个点段,嘉许应该还没下班。 但她还得去拿蛋糕,加上这个路程的时间,也差不多了。 桑志还没出校门,突然收到梁骏的消息,找她出来说一下短片的事情。 这个比赛,梁骏虽然是组长,但总体桑志比较上心,花的时间也多,所以组内有问题的人。 除了在群里问,私下都是来找桑志沟通。 看了眼时间,桑志回了句,我今天有事,你有什么问题在微信上说吧。 桑志,或者明天。 梁骏,没事儿,微信上说吧。 桑志边跟她说着话,边上了地铁。 她选的这家蛋糕店是看网上推荐的,不在一和大学附近,也不在段嘉许的家或公司附近。 桑志先前在网上预约,此时得专门跑一趟。 那家蛋糕店在一个大商城里。 桑志不太认得路,顺着只是排找了半天,才找到位置,走了进去。 店员把她订的蛋糕拿出来,给她看了一眼。 牌子上是她特地让店员写的一行字。 祝26岁的段嘉许,生日快乐。 桑志的嘴角翘了起来,眼角弯弯,眼里带了几丝幼稚的抱负。 她抱着蛋糕合出了店,思考着要不要再去买点东西。 亦或者是一会儿跟段嘉许一块去买。 上回去她家的时候,发现她冰箱里都是空的,除了饮料没别的东西。 但她拿着那么多东西,也不好买。 桑志没纠结多久,很快就决定作罢。 见时间还算早,她进了附近的精品店,逛了一圈。 正准备走的时候,她隐隐听到外边有人在吵架。 店里的几个顾客,也因为这个好奇地走出去看。 桑志对凑热闹不太感兴趣,提着刚买的东西出了店。 外头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声,听着内容像是一对母女,年轻的声音听起来还有些熟悉。 一个在骂,另一个在小声地哭。 年长的女人声音又见又厉,火气十足,你再跟我提一次这个事情试试。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,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。 你要找那畜生的儿子要钱,你去找他麻烦,这都随便你。 你要跟他结婚,你是想把我气死吗? 你对得起你爸,我就想折磨他一辈子。 年轻的女人的话里带着哭腔,怎么了吗? 两人的语气都很凶,桑志觉得有点吓人,也没往那头看,沉默地往扶梯的方向走。 年长的女人还在骂,你是想恶心死我? 天底下没别的男人了? 你要真想跟那个段什么的结婚? 行啊,我以后就当你也死了。 年轻女人歇斯底里地喊,那就让段嘉许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 她想跟别人过得痛快,门都没有。 听到这话时,桑志正好上了扶梯,她的呼吸停了下,下意识往声音的方向看,立刻看到那个年轻女人,就是之前在火锅店见到的那个江颖。 恰在此刻,也许是感应到了她的目光,江颖的视线,呼得看了过来。 与桑志对上,她的眼睛被泪染红,眼中的委屈渐散,目光稍稍下挪,定在桑志手里的蛋糕盒上。 电动扶梯往下一动。 桑志对这个女人没什么好感,主动别开视线。 她下到二层,继续往下走,听着这尖锐的争吵声渐远,直至没了声响。 好心情在一瞬间散了大半。 桑志回想着江颖母亲说的话,畜生的儿子,再联想到段嘉许之前说的,江颖的身份。 我爸的债主,桑志隐隐猜到了什么,大概就是,段嘉许的爸爸做了什么事情,害了江颖的爸爸。 然后他们就迁怒到了段嘉许的身上。 但这跟她有什么关系? 桑志忍不住吐了具有毛病,心里瞬间堵得慌。 负债子长,法律都没这么规定。 想到先前在火锅,江颖泼到段嘉许身上的那杯水,她抿了抿唇,闷闷地吐了口气。 算了,反正也泼回去了。 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再去找过段嘉许。 之前问过一次,她说没有,那应该就是没有吧。 但桑志又觉得,按照段嘉许那个性子,就算江颖再去找她的麻烦,她估计也根本不会跟她提。 自己一个人解决这个麻烦,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忍着。 不过,感觉她对江颖的态度也不算好,应该不会忍吧。 桑志不敢问段嘉许太隐私的事情,怕会让她觉得不开心。 她没再想这个事情,上了地铁,按着印象,去到段嘉许的公司楼下。 看时间也差不多了。 桑志摸出手机,问她,你下班了吗? 追求者,准备了,怎么了? 桑志,哦,桑志,没什么。 桑志在写字楼外边等了几分钟,就间断嘉许,从里头走了出来。 她穿得休闲,简单的衬衫和西装裤,站那瘦高又显眼,此时正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。 她没注意到桑志,往停车场的方向走。 桑志眨了下眼,跟在她后边。 过了半晌,手里的手机又震动了下。 追求者,你今晚好像没课。 桑志,但我有别的事情。 追求者,什么事情? 桑志想了想,接个人,又补一句,然后带她去过生日。 下一秒,桑志前面的段嘉许突然停下了脚步,像是在回想些什么。 随后,她抬了眼,回过头,目光定在她的身上,眼尾一挑。 来接我啊! 桑志走到她旁边,鼻咕着,我都跟你半天了。 你走路,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。 段嘉许瞥了眼她手里的蛋糕盒,替她拿过,低笑道,我都忘了生日这事了。 桑志理解,年纪大了都不喜欢过生日。 段嘉许散漫道,是不小了。 头一回听她,直接应下,桑志侧头瞅她。 希望你能让我在。 段嘉许回想了下自己的年龄。 慢悠悠地说,27岁之前结上婚。 桑志忍不住说,你27岁之前,我大学都还没毕业。 行。 段嘉许用车钥匙结了锁,但声道,你没拒绝。 我当你同意了。 桑志上了副驾驶座,觉得憋屈,你要不要脸。 追小姑娘,段嘉许神色自若,发动了车子,边说着,还是个别扭的小姑娘,这怎么能要脸。 桑志说不过她,不再跟她说这个话题。 她拿出手机,随口问,我哥,还有前飞哥他们,没跟你说生日快乐吗? 那几个人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,还记别的人的呀。 段嘉许好笑道,不过我同事倒是有几个记得,我今天忙起来之后也忘了。 桑志呕了声,上微信找桑言,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 恰好梁俊又来找他说短片的事情,桑志顺手回了起来。 注意到,他的手机一直在响,段嘉许扫了眼,语气似是不太在意,在跟谁聊天。 桑志老实道,我部门里的一个学长,过了几秒,段嘉许又问,找你做什么? 桑志,说比赛的事情。 段嘉许,闲闲地吐出三个字,长得帅。 三观正,比你高一个头。 桑志扭头看他,人家有女朋友。 段嘉许目光未动,声音也无波无蓝,我就问问。 桑志低下眼,继续回复着。 我以前跟你说过吧,段嘉许的语调平稳,听起来像是在阐述一件很正经的事情,不要早恋。 桑志莫名其妙,我早成年了,成年就能谈恋爱? 这哪来的道理? 段嘉许说,我说的这个早恋的意思是,两个人年纪,加起来没四十五,就是早恋。 段嘉许脱长气息啊了声,故作惊讶,咱俩加起来刚好四十五。 桑志沉默几秒,那我再等几年吧? 嗯,再过三年半,我就能找个同龄人了。 桑志理所当然道,我干嘛非得找一个比我老那么多的,我又不急着谈恋爱。 下一刻,段嘉许的手机响了起来。 桑志帮他看了眼,说,我哥的电话。 段嘉许恩了声,帮我接一下,直接外放吧。 桑志照做,哦。 桑炎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内响了起来,突然想。 起来,你今天生日啊? 恭喜啊兄弟,都快三十了,都没有女朋友,跟你说个事儿,我有。 桑志,明明是他提醒的,还说什么突然响起来。 桑志无语道想当作不认识这个人,一生都懒得坑。 段嘉许懒懒道,挂了。 桑炎又道,问你个事儿,我妹送你礼物了吧? 段嘉许,嗯。 桑炎,那份是我送的。 桑志,没别的事了,就来问候你一下,我挂了。 桑炎顿了下,又突然提起另一件事情对了,我妹那男朋友你见过没? 桑志的视线一顿。 用余光能察觉到桑志的动静,段嘉许的嘴角扯了起来,刻意道,男朋友。 桑炎择了声,我不是跟你说过吗? 好像是个研究生。 段嘉许装作刚想起来的样子,笑道,好像见过。 人怎么样? 桑炎凉凉道,这小鬼还挺痴情,为了这么一个人今天还想打电话跟我吵架。 非要暑假留在遗和,见他一副没完没了,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的样子。 桑志猛地出声中断他,哥哥,冷场两秒,这头和那头都瞬间没了声响。 桑志缓慢地看向段嘉许,尴尬到只想顺着电话过去把桑炎揍一顿。 下一刻,我是不是听到我妹的声音了? 桑炎顿了下,像是想到了什么,话里带了几分若有所思,你俩在一块。 本集完。 封正当 Jana errors,oo 两个月后对 vegetable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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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andpoint,如果发展 required física被收到方便要 звон喜多绎δkim地说明意欄 follow请结交 трав Buddy, variety 基本等'都不合即使用你的心令儿梦优优优独播受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